好 那今天的这个造句呢 我们选择又是泽伦斯基的句子 他最近呢 常常缺评重选 经句太多了 走到哪里 怨言到哪里 骂到哪里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演说 他就说 联合国安理会 应该把俄罗斯除名 要不然你们自己解散算了 你不听我的 你就自己解散算了 有点这种调调 好霸气 上帝的视角 好 来 今天的造句呢 就是什么什么应该怎样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选这题 我脑袋第一个冒出NCC 所以你们怎么都跟我一样 这个心灵相通 Vader他的造句就是 NCC应该还中天52台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好 还有时报音 817应该要看清民进党执政无能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还有Victor 美帝军火商应该要停止赚大钱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以及明照 苏内阁应该不再让台湾停电跟跳电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Peggy 国民党应该党内初选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大家很厉害 都有get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消息 来 介大使 蔡政府应立即解禁 蔡英文博士论文的相关公文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对 这个论文的事情到现在为止 还是这个一点重重 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很多次 光是一个论文讲不清楚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来 施老师 在野党应维持自主 不要老是当人家的侧欲 否则就该自行解散 对 这个在野党的问题 国民党的这个问题 确实让大家很心痛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不要谈好不好 谈了以后你们都要走光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